先抬這邊的路徑檢查 我想像中海岩 基本上就是把我所有的行李都打開 然後就是小包包也都打開 把裡面的東西拿出來看一下 然後我剛才就是胸罩直接丟在這邊 然後我超級害羞的 我跟他說 大家早安 今天是我人生中超級突破的一天 就是我要追求我人生的極致之湯 追到日本去了 人生中第一次的日本自由行 我上禮拜才剛訂好機票 那些住宿什麼的完全都還沒有訂 最終極的自由行 好那我們這趟就來看看 自由行的魅力究竟有多可怕 就要去趕機捷 這次是坐星雨航空 我的目的地是日本有名的溫泉之毒 我決定了這趟日本行的我就要 果斷堅決 我現在臉超爽的 天啊餓餓餓 我現在臉超爽的 我今天最最最最期待的 就是新雨航空的飛機台 哈哈 我們飛仙台線了 會不會跟其他的飛機台一樣呢 這邊是去灌一些岡山 一些比較有名的日本景點 那這邊是仙台的排隊人潮 基本上只有公傑 我應該不會賣掉吧 飛機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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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登機 歡迎登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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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 我的座位靠床 光景於航空真的太酷了吧 有飛機餐 請問有飛機餐嗎 有 等一下終於展示 好期待就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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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掰掰 掰掰 究竟有機身 我應該可以看 有邀請 我應該有點怪人 我已經不是那麼緊 那就給你一下 等 我已經不怕 我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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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飛機餐 我要吃 牛海鮮 來 小心 謝謝 我要來拍一箱 針魚的 第一次 可可米香丸 水果 叉包 露類沙拉 加奶油飯 然後加上 番茄雞肉 然後加上 海裡的蘿蔔 露類沙拉 請示範 各位 我活著小鼻子 拉 真的不得不說 新女孩真的是 還蠻有水準的 把她的服務 然後還是她的設備 洗手間 座位 我覺得都很舒適 先來這邊的路徑檢查 比我想像中還 基本上就是把我所有的行李都打開 然後就是小包包也都打開 把裡面的東西拿出來看一下 然後我剛才就是凶罩直接丟在這邊 然後我超級害羞的 然後我會跟她說 好 那我就坐在這邊等其他人到 決定先前往租車的地方 其實我有點怕當天之後會沒車耶 好 我們先去租車的地方看一下 發洩郎 發洩郎 講欸 欸 喔欸 欸 怎麼樣 其實那邊看一看 這是什麼 完全沒有人 所以你剛剛打給她 然後她不會講英文 對 所以激動你阿翔的情況下 我說 完了啦 這位也沒有辦法 胡托 你剛剛是不是講太難了 你只好說 我只好說 我只好說 好 換我換我 好 換我換我 我就不信 以我的ID卡 看我會聽不出來 我們是日本洗澡這樣結束了嗎 都在翻譯都頓過不會不會不會 相信老闆相信老闆 我們已終於分析了 終於關卡 最後一天 最後一天 division 小煤廉 花 syang I need a car I need a car OK 我就想要說I need a car 你是不是講了什麼 Rental什麼鬼的 I went to bed Hello Yes Five day Yes OK 這個這個希望蠻大的啦 我們不會困惹別人 最終老闆出馬 太屌了 完全就是剛剛換你一個人啊 剛剛那個完全全部都講日文 然後只說sorry OK Thank you See you later Bye Bye 你屌了 有沒有破一文有日文 是有靈性的嗎 就因為我們都知道對方一文不太好 所以呢我們都說 Oh yes 然後盡量給對方信心 就是你不要覺得說 我聽不懂 就是你早一有那個聽不懂的感覺 就是對方就會 膽怯 你不要讓對方有那種感覺 所以你要大聲講 Yes Yes See you later 然後他就會自信心抱抱 這是一個很勵志的故事 有沒有 回去讀一文啊 再見我們啊 什麼什麼什麼 天哪是佑架啊 他是我們的神嗎 我應該不會被戰軍賣掉吧 到了到了 這是他們的據點 看起來有很多車 助理啦 助理還講什麼沒車 哈哈 我剛剛往路上查 有車 看看沒 沃菲我 是適合在日本生活二人嗎 我們叫人家 你好 我們租到車了 Yes 第一個難關 第一解決 後面會事路破竹吧 This is our car Our car 終於只好吃了 那我們可以出發了 我們可以出發了 那哪裡哪裡 還沒有地板電 還沒有地板電 完了欸 現在已經快晚上六點了 不知道聽不聽得到 來 出發 欸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不是往這邊看欸 往那邊 那邊有車 車是往那邊來的 完了完了 我們要去對向 對向才是往這邊 這一向是往這邊 你不要一直往這邊看 你不要一直往這邊看 右轉 右轉是在右邊 右轉在右邊 我沒有開玩笑 我看他真的下疑似 日本東北極致之湯 尋找之旅 開始 現在是晚上 這邊晚上六點的時間 現在還蠻亮的 我們要來吃最有名的 善智郎牛蛇 現在可是牛蛇之都啊 到了 哇 好舒服喔 這邊大概22度而已 那我們就進去了 我在日本的第一餐 善智郎牛蛇 都是定食的方式 都是定食的方式 鍋裡 你看他好猛喔 哇好厚喔 它的一個set會有一碗飯 然後裡面有醋 還有湯 然後湯裡面會有很大的肉塊 肉塊兩塊 會有沙納 然後跟 我剛剛選的是超厚牛蛇 哈啊 吃飯啦 我現在日幣在換算 有點猛欸 因為我們 剛才吃了 剛才是吃了7000多日幣 那在換算台幣 差不多1500 1600 然後我吃的滿年通紅 超金屬的 就是我點的是 3400 沖頂的 精選 極厚牛蛇 那個等級的牛蛇 如果在台灣的那個老干杯吃 沒有定食 就要1000多塊了 那我們現在就 來地方吧 欸我沒有騙大家喔 現在晚上7點10分 才準備要定房 怎麼樣 夠刺激 夠為止吧 剛才爆風十口之後呢 我決定 就是這間 仙台清夜 LIFEMEX 飯店 2245 剩下 兩間房 預定 下去 正在聯絡飯店中 這可能需要一分鐘的時間 這樣子我就省了40% 然後呢 還有3%的現金回饋 訂到了 結果現在我就 我就是 我就是會在 危機中 轉身的那種人 那我們就 來去看看我們今天晚上的 歇找處吧 台灣的納豆 要不要出來說說話 台灣的納豆 然後 88塊 跟日圓 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台灣的納豆 是把日圓的那個價錢 直接搬來台灣嗎 這邊這一間呢 就是在日本 好像蠻大的一間 那個住宿連鎖店 然後是三型的 反正就是會比較像 台灣的那種就是 青年旅館那樣 908 208 啊 明明見 明明見 呵呵 908 哇 這些房間多了 也有爆掉 不愧是商戶旅館 究竟晚上7點才訂的房間 會找什麼樣子 對 來吧 一個晚上2400塊的房間 兩張床 然後呢 乾濕分離 還有一個 小浴缸 很可愛耶 算是蠻乾淨 然後呢 很大 那畢竟呢 我們這一趟的主要目標 本來就不是住宿 是我們的極致之湯 所以我個人是覺得這樣的住宿 應該也還算是OK了 啊 感謝小伯 我現在看這個 浴缸 我覺得很像湯到我的爸爸 要泡我的家庭式的那種小浴缸 因為 這個台灣好像比較少看到這種 就是比較窄一點點的小浴缸 日本人的話就比較常見 我覺得我要來試試看 今天泡完澡 就結束今天的行程 好 那今天災難第一天 結束 哇 哇 早安 這個蟲 比如想要做的好躺超級多 那我們第二天 出發 現在是早上 十點鐘的時間 在這邊看著日本人這樣 走來走去 好讚 那我覺得呢 到現在 自由行 我原本以為會超級多粗暴的狀態 昨天都還沒有租車的情況下 然後呢 在千鈞一把之際 租到了車 昨天的住宿也順利的結束了 那再來就是今天 我今天住宿 又沒有訂了 每天都是這麼的刺激 人生第一次 出國 自由行 那接下來會發生什麼好玩的事情呢 我們在 那第二天 我們第二天的 極致之湯追仇之旅 繼續前進 我是拼音鳳鳳 我們下集再見